在參與環保回收的過程當中 就經常會看到有一些中古電腦就被回收掉 那因為我本身懂得電腦這一方面 所以會覺得說這些電腦就這樣回收掉蠻可惜的 所以我們就在1998年在土城成立的電腦教室 新發育的新亞在開始參與的過程當中 假設電腦方面有問題的時候 如果可以透過電話遙控解決的話 那我們就利用電話來遙控解決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時候 必要使我們甚至就是親自到現場去解決這個問題 剛看到原來不會啵啵摸啵 不會ABC的環保志工 後來他能夠受證委員 而且在真善美承擔了剪輯的工作 像這樣子看到了很多的人才的一個湧現 來一起參與人文工程的一個紀錄的時候 其實這是最高興也是最歡喜的事情 我在參與真善美十多年來 有一個深深的感受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個良好的互動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要有足夠的愛的存款 會覺得人人都是我們的貴人 所以不要輕視任何一個人 也不要小看自己 這樣子的一個從製作歡喜到教作歡喜到建作歡喜 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看到人間菩薩招生的一個效果展現 就是我們最大的發行